好,我们来聊一下小沈阳啊,除了他春晚上的一些事情之外呢,他最近和王刚老师主演的这个片子叫做《谁是真英雄》啊,也马上在全国播出了。 对,不过讲来讲去,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在春晚的镜子,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次可以透露什么。 一点小型的,到现在都没听到,因为我每年为不问这事,因为有的话,视频会通常。 也许早就料到了记者们最关心的就是马年春晚的镜况。 小沈阳回答得毫不避讳,只是这答案刀河无可奉告,没两样。 他这次有没有对赵家班有什么特殊的留待吗? 这也不,没事,不要问吧,没事,这不回事,没事。 小沈阳的回答圆滑到滴水不漏,同场出席发布会的王刚倒是主动向赵本山使起好来。 在80年的末和什么时候,在沈阳大舞台投一回看赵本山跟张良江演的大观斗。 笑得我呀,我就不断地在眨眼镜,用那个纸巾擦眼泪,我说天地怎么还有这样的,这样的形势,还有这样的演员,太逗了,不断不断了。